大家好,上一集的影片我们分享了InPaint局部重会初阶初学者的教学 今天让我们来加点东西,进入InPaint局部重会中阶教学 上一个影片我们用InPaint局部重会换的都是小范围的小东西 今天把要换的范围拉大一点点 第一部分,跑图前的准备 这一次的影片会使用到新版的ControlNet 如果你还是旧版的可以参考资讯卡上的影片加ControlNet更新到1.1以上的版本 如果就是不想更新,其实整个概念上是一样的 只是新版本和旧版本的位置和操作方式有些许的不一样 老阿贝这个影片会以新版本为主 再来这个影片会顺便用到ControlNet IP2P的使用技巧 有兴趣的可以参考资讯卡上ControlNet1.1更新影片的后半部 这边先来设定ControlNet的数量 点Settings设定 将画面往下拉 在左边的选项找到ControlNet 点开 这边可以设定ControlNet的数量 老阿贝习惯设两个或三个 设完后,将画面往上拉 点这个按钮 再点Reload UI 这样画面下方的ControlNet就会有三个 第二部分,今天要做的主题就是把整个人换掉 让我们打开Stable Diffusion Web UI 来到图生图中的InPaint局部重回界面 一样点这边选一张图 上一个影片这张美女图获得广大的回响 为了符合大众的需求 今天就还是使用这张美女图来开始 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要把整个人换掉 依照上一个影片的逻辑 要把换掉的部分涂黑 涂黑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遮障或蒙版 因为是Mask Mask就是一个用来区分不同处的区块 例如我把这位美女图黑Mask起来 以这张图来说 就分成了美女与背景两个区块 分出来之后就可以针对这两个不同的区块 来做你想做的重绘 一般的说法就是换换换换 看你要换什么 图的有够久的 图到拿滑鼠的手都在发抖 以后老阿贝会再分享更快的方式 现阶段还在学走路 就还是练习图图图图吧 不说话 转新图 缩短点时间 终于图完了 再来让我们来输入正反Prompt提示词 先输入正向画质提示词 再来输入反向提示词 因为这次的范围是整个人 所以反向提示词除了不好的话之外 也顺便加上一些人物上的规范 如坏手坏脚大嘴巴之类的 再来输入这张内人物的特征 e-girl 来写个发型 加入smile 上一个影片的smile一开始笑得太大了 这次先调整一下权重 先这样是看看 点开来看一下 跑出来的图是不是跟我们想要的不一样 来仔细看这张图后面的背景 它跟原来的图是不是感觉有被压扁变胖 这边给各位五秒钟来想一下 这跟上一个影片比较 是少做了什么步骤才会造成这种现象 5 4 3 2 1 猜出来了吗 老阿贝少做了调整尺寸了 以后看到类似的图 就要想到可能是尺寸上面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跑出来的人物跟我们涂黑画上遮罩的姿势完全不一样 怎么会这样呢 原因就是目前的stable diffusion AI看到涂黑的范围是无法辨识出是一个人或是什么样的姿势 如果是各位大大看到这个黑影 应该没人认为是坐着的姿势吧 那stable diffusion会怎么做呢 简单的来说 它会用你给它的正反向提示词加上seed把它想象的图塞到mask里头 预示就跑出这样的图 那要如何修正这个问题呢 只要是想要让图按照自己的意思汇出 这时候就要把controlat这位大神请出来咯 让我们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 把画面往下拉 会让跑出来的图有压缩变胖的效果 除了尺寸之外 这边 resize mode锁仿模式的设定也会有影响 现在选择的是just resize 拉伸模式 这个模式会把原图直接resize到您设定的尺寸 如果原图的尺寸高度是800 设定的尺寸高度是512 那么跑出来的图高度就会是512 于是就把原来800的高度压成512 图片就会有变短变胖的效果 反过来说如果原图片的人物本来就比较矮和胖 可以借由这样的设定来让人物变高变瘦 缺点就是图片所有东西都会跟你一起变高变瘦 另外旁边这个选项 crop and resize 裁剪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它会根据您设定的尺寸在原图上裁切下来 因为是裁切所以不会变形 OK 这就是这两个选项的功能 再把画面往下拉 我们来把尺寸的设定设为跟原图一样 这样就不会有图片变形的问题 上一个影片有位大大留言 可以使用stable diffusion更新后的新功能 能够快速设定跟原图一样的尺寸 这边再次感谢这位大大提供的方式 不过这是在stable diffusion有更新到1.3以上才会有的功能 如果你要更新的话 请参考资讯卡上面的影片 这边再次啰嗦的强调 stable diffusion更新有一点风险 更新前记得要做备份 上一个影片是直接输入原图的宽与高 这一次使用新版的方式 点resize 版 sale放大倍率选1的话 stable diffusion会自动设定与原图一样的宽与高 这样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再来解决第二个问题 把画面往下拉 找到你的control net 点开它 如果你前面有设定control net的数量 这边就会有几个数量的control net 老阿贝设定三个 这边要注意一下 control net数量设定越多 记忆体就会吃得越多 点control net 0 因为要原图的姿势 点这边打开档案总管 选择并开启原始图片 再来把enable打勾 表示要启用control net 0 也把pixel perfect完美像素打勾 让control net帮我们决定预示稿的像素 allow preview开启预览也打勾 让我们可以看到预处理器跑出来的预处理稿 不过不打勾好像也看得到 就先按照正常的流程打勾吧 因为我们要做姿势的控制 所以control type这边选择open pose 新版本的stable diffusion在选择完后 pre-processed预处理器和model会自动帮你选择 如果你是旧版本的stable diffusion 请自行选择open pose open pose目前提供很多预处理方式 我们今天要做的只是要模仿原图的姿势 所以选择最基本的open pose就可以了 model这部分新版的stable diffusion会自动帮你选 不过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 还是要自行下载model哦 之前有位大大问到像素的问题 这里用点时间来说明一下 pixel perfect 在pixel perfect为打勾前 这边会有一个选项可以手动调整像素 像这样 如果你需要手动调整可以这样来调整 不过像素条越大 越占记忆体空间 一般我们会先将pixel perfect打勾 让stable diffusion帮我们自动调整像素 有需要的话或跑出来的图不符合所要的 才会手动调整 control at 0设定完后 来跑一张图看看效果咯 嗯 效果还不错 图没变形 姿势也没有跑掉 因为我们在prompt中没有设定衣服的tag 再来跑一张图是看看会不会换衣服 OK 没问题 这边会换衣服是因为我们没有在prompt设定衣服的tag 好图后seed不一样衣服自动就换了 这也是一个小技巧 在prompt中加上比基尼 这样图片就会换成比基尼 对了 反向提示词这边先加入nsfw 免得跑出不能播出的内容 这样比基尼就出来了 可以用上一个技巧不停地跑出不同的比基尼 再来如果要替换的人物是wonder woman 要怎么做呢 先把比基尼的tag删除 加入wonder woman的tag 这tag的技巧可以参考资讯卡上controlrate 1.1更新的后半段IP2P的部分 Chrome设定完后将画面往下拉 点开第二个control net 把enable打勾 pixel perfect打勾 allow preview也打勾 虽然这两个目前用不到 就习惯性的打勾 哈哈哈哈 control type选择IP2P 不用选择预处理器 这边确定一下是不是IP2P model 确认完毕后 来跑张wonder woman了 超级简单吧 今天影片的分享最主要是示范两个control net和B的用法 之前跟小朋友教完这影片的内容后 出了一个换背景的功课 现在这题目也给各位大大练习练习 请问要如何换掉背景 有闲有空先自个练习看看咯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伯下台一句功